第342集 小小黑独自出去历练了十几天之后 终于回来了 估计吃得好了 个头窜得很快 如今已经跟他爹一样大了 不过看着似乎比他爹更精神 对于小小黑的回归 杨如新自然高兴 只是当看见他身后那一片黑压压的家伙的时候 嘴角抽了抽 什么情况 小小黑激动的上蹿下跳的叫着 原来这家伙这段时间出去收小弟去了 并且已经征服了小苍山里一半以上的猛禽 后面跟着的就是他新收的小弟们 杨如新数了一下 一共有十六只 大的落在地上跟他个头差不多 应该是凋类的 最小的那个只有他的两个巴掌大小 至于品种他还真不认识 听到动静的道虚子和唐万千跑过来 他们倒是认识 最小的那个是渊 虽然小 但是攻击力却不弱 速度也极快 都是猛禽 杨如新也不奇怪 毕竟小黑一家子都是鹰中的极品 那么收服的都不会是势力太悬殊的 只是那两只猫头鹰是怎么个情况啊 这家伙白天不是得睡觉的吗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猫头鹰啊 唐万千摇了摇头 他们是猫头鹰的一种 具体名字我也不知道 不过是可以昼夜活动的 杨如新对于动植物还真没什么研究 这一辈子反而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药草和各种动物了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伙伴 之前给小黑一家子在屋顶上修的窝肯定是不够住了 只能夹盖了 可是今天来不及 于是杨如新就将小黑一家三口给叫了过来 让他们带着这一群会飞的家伙出去训练去 先将家里的规矩交好了 学会了认识家里的主人 学会了听命令以后再回来 现在小萝卜头们都在上学 万一到时候回来了 这些没那么聪明的家伙伤了人 可怎么办 小黑叫了两声 什么 你知道这药丸多贵吗 杨如新伸手叫揪小黑的毛 这可全是好东西要制的 一颗药丸价值千金呢 现在你儿子一下子弄这么多来 想吃款我呀 小黑扑愣着飞出去老远 我儿子弄的 你去找我儿子算账呀 哼 自债复还 你懂吗 黑黑带着儿子远远地看热闹 小小黑甚至幸灾乐祸地在大叫 小黑无奈地抗议 你不给药丸 他们不开窍啊 不开窍的营 那都是蠢硬 杨如新翻了个白眼 无可奈何 只能扔了一袋子药丸过去 看来还得继续制作了 现在他已经学会了制药了 这些都是他自己熬制的 老头说效果比他的要好 他加的是空间的井水 那水质肯定比外面的要好 效果好也正常 不过杨如新却不会说破 就让倒须子老头 当成自己天分比他高就好了 小黑叼着要玩 赶着那一群家伙飞走了 杨如新松了一口气 就叫来杜成修 赶紧组织人手 给那些非秦们盖房子 就在屋顶上加盖木屋 不过 那些个头大的雕什么的就算了 在后院准备一间厢房给他们 要不然那么大的块头 将房顶压塌了 可怎么办呢 三天后 窝都盖好了 小黑一家子 也将那群家伙给带了回来 有的身上还带了伤 显然是被小黑一家子给灼伤的 不过那群家伙明显的听话了很多 杨如新发了几个指令 竟然都能听懂了 而且也认清楚家里的所有人 接下来 杨如新就让小黑夫妇 带着这些家伙熟悉地形 然后去给京城的顾清衡 顾延那边送信 去杭州给仲夏那边送信 去林县给老白那边送信 一趟趟地带着他们熟悉路线 很快 这些家伙就能单独执行送信任务了 顾清衡来信 说是4月23 师母皇贵妃的寿臣 皇上因为对元国作战的胜利 更要为齐景云南征送行 所以想要庆祝一下 那么他原本可以回家的愿望 只能落空了 不过顾清衡很希望杨如新能进京 陪他贺寿结束之后 再一起回来 杨如新倒是觉得 进京一趟也没什么 不过之前顾清衡反京 顾严却没跟着反京 而是成了六品的镇威副位 还接任了锦城守将的职位 负责重建锦城的工作 顶三上官飞做了他的副手 杨如新决定月底就出发 轻装骑马出发 就凭着追云的角力 估计用不了十天就可以过去了 隔天一早 杨如新就开始收拾 进京要带的东西 空间里多的是东西 但是面上还有带一些东西 掩人耳目 好胖子一大早的就跑了过来 十年 嘿 我拦着我爹了 之前他爹投资孟家的商船 赚了不少银子 但是杨如新在调查了孟家的背景之后 就提示了好胖子 如果不缺钱 还是不要投了 因为孟家明着是太子的关系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一致对外说是太子的关系 绝口不提跟汉王和云王的关系 要是不是为了坑太子 他都不姓杨 只是可惜派了人去汉中 也没查到汉王的具体情况 这次进京 或许可以从侧面摸摸那个汉王 齐景号的底细 你还挺本事的 杨如新笑了 不过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 你就不怕我坑你吗 好见急忙晃了一下脑袋 新姐不会骗我的 我信新姐的眼光 你说有问题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反正我家不缺钱 那我干嘛让我爹去冒险呢 哦 你爹竟然很听你的话吗 嘿嘿 我跟他说了 如果他不亲我的 我就不成亲 我不生个儿子 我让他没孙子 好见得意的一仰头 就他那个年纪 就算找人生也生不出儿子了 更何况我娘绝对不会答应的 到时候他就惨了 杨如新的嘴角抽了抽 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好大少 你这才叫实力坑爹 不过 或许以后有一天 你们家会感谢我的 不用以后 我娘一直都很感谢你 自从你揍了我之后 我现在都感谢归正了 好见得意的一仰头 我娘可高兴了 说以前他遇到个高僧说过 好家会遇到贵人 能保佑好家富足安康 我娘说了 你就是我家的贵人 哈哈 那等我从京城回来 去去拜访一下老夫人吧 杨如新笑了 这个好夫人 还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呢 哎呦呗 那感情好啊 好见使劲点头 忽然想到什么 新姐 你要去京城吗 我家在京城 也是有院子的 要不要 我陪你去啊 我 我起码赶路过去 你受得了 杨如新微微挑眉 上下打量着好胖子 就你这一身肥镖 别说敢去京城了 就是跑一课中 你都受不了 好见撇了撇嘴 那 新姐 我减肥行吗 他现在 也嫌弃自己 那一身的肉 行啊 其实呀 你长得真的挺不错的 要是不这么胖呢 绝对是小帅哥一个 好胖子顿时红了脸 新姐 你这么夸人呀 夸有用吗 就你这身肥肉 我看着都恶心 哎 我村里有个学堂 有拳脚夫子 你如果愿意 我呢 可以给你走个后门 没事 过来学学呀 真的 新姐 那好啊 你学堂里 所有夫子的树枪 都我出 出什么出呀 杨如新抬手拍了一下 对方的脑门 想去上课 就收起你爆发户的样子 踏踏实实的去学 否则 就给我滚蛋 好剑摸着脑袋 使劲点头 转身就跑 新姐 嘿嘿 我一定踏实的学 只要你以后 别打我的头 这打傻了 哎 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 我明儿就来上课 杨如新看了一眼 连滚带爬 跑远的好胖子 笑着摇摇头 这小子本性不错 不过后来 是被浇灌坏了而已 我倒是真心希望 他能奋发起来 不过 刚转身要回去 却忽然脸色一沉 朝着不远处的树后 甩了一枚银针过去 谋杀亲王 可是要诸九族的 齐静云举着一把折扇 走了出来 那折扇上赫然盯着 一枚银针 哼 亲王自有亲王的 以仗威严 杨如新冷笑了一声 谁见过藏头藏尾的亲王 被当成笑笑之被误杀了 那也是活该 杨如新被那两师傅 轮番进行魔鬼训练 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力量 都增加了很多 以前的时候 他甩个匕首飞镖还行 现在却已经能将银针 做武器了 话而言之 他体内开始有了内力 不过能不能变成那种身轻如燕和空点穴那样的高手 还是要看造化了 齐静云的眉头微微的拧了一下 很快又松开了 本王来是想跟你合作的 没兴趣 杨如新转身往院子里走 允阳允修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来 挡住了他的去路 屋里的人也听见了动静 杜娟带着几个影卫也出来了 都开始拔刀相向了 都退下吧 杨如新摆了摆手 这位呢可是亲王 人家是要诸九族的 齐静云的嘴角抽了抽 这女人的嘴真的这么锋利啊 得理不饶人 随即叶白白手 允阳和允修就退了下去 齐静云往前走了两步 我说的是真的 杨如新皱起了眉 我知道 我一直跟巴王爷做生意 当初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他护着我的 现在你想跑来分一杯羹吗 你好意思 我不缠和你们之间的生意 咱们做别的 齐静云的表情很认真 我也能护着你 别的 是什么 你来想 齐静云说着就进了院子 静止朝着客厅而去 他还是很注意分寸的 没去主楼 也是怕真的惹到杨如新的底线 这个人 这是吃定我了 杨如新急忙跟了上去 哎 我说 你个堂堂的亲王 有爵位 有封地的 怎么非揪着我一个村姑呀 而且 我现在有相公 而且 我不愁吃穿的 我不会再做什么生意了 齐静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在杭州开的火锅店 虽然味道鲜美 却远远不及百花县火锅店的味道 你曾经派人大量收购了粮食 可是 跟你在庄子里的粮仓里堆放的粮食数量 远远堆不上 更不要说 你还收购了那么多的肉蛋之类的 可是全都不知去向了 杨如新的眸子冷了下来 你在威胁我 他一直都知道 他让杜云鹏做的事 根本就不会瞒过所有人的眼 只是身边的人都不会去细究询问 却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专门的在查自己 还是自己太过大意了 啊 不是 齐静云摇了摇头 我呢只是在提醒你 要想人不知 除非起莫为 杨如新摊的手不置可否 咱们合作 齐静云笑意加深 是有利益捆绑了 咱们互相之间变成了同盟 那么你的秘密 才会变成咱们共同的秘密 哼 你如果觉得 你是抓住了我的把柄 你尽可以去告发呀 杨如新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你说我买了那么多粮食 那粮食呢 有谁看见了 齐静云皱起了眉 要按罪名得有证据 证据呢 杨如新眨不了一下眼睛 你说我买了很多粮食就买了 我买了给我家这么多人吃 不行啊 你 云王 咱们属于道不同 不相为谋 所以 不 齐静云笑着站了起来 哼 你会跟本王合作的 不过到时候 杨如新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心里有了一种不安 他知道这个人说到做到 现在虽然猜不到他要做什么 但是万一呢 他不会允许这个万一出现的 我说我有办法逼你跟我合作呀 你信吗 因为你有在意的人 比如 你弟弟 你妹妹们 还比如 你真卑鄙 齐静云贪了贪手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好吧 我可以跟你合作 只是 我没钱 我也没人 我只出点子 本钱我出 人我出 点子你出 三七凯 不用 我找一成就行了 虽然不齿这个人 却也知道 要见好就收 分层太高的话 会容易引起反感 说白了 自己还是太弱了 齐静云倒是没在说什么 似乎是默认了杨如新的意见 那么 做什么呢 我得想想 哪里能一下子就有点子 多久 不知道 我很快就要领兵南征了 齐静云看着杨如新 你打算上本王打仗也不安心吗 杨如新翻了个白眼 奶奶的 这帽子扣得可真大 好吧 都说衣食住行 最赚钱的也不外乎这些 不过衣装 基本家里都会做 那就只能卖布 织紧之类的 可惜我不会 那么 就只能在吃喝上打主意了 嗯 老八的宝月楼以前 生意虽然不错 可是也不是太冒尖 可是自从跟你合作之后 现在可是 日进抖金了 所以 我不能跟自己过不去 那么云王爷 就别开酒楼了 要不 清楼呢 清楼倒是不错 齐静云被自己的口水 给呛着了 半天才平复下来 你难道不知道 皇室有规定吗 宋氏子弟 不能沾染黄赌 你是想让我被父王责骂吗 哼 那就 改头换面呀 杨如新摊了摊手 改成酒吧吧 我可以给你提供红酒 餐馆茶楼 八王爷那边已经有了 那就专门弄个 喝酒的地方好了 酒吧 齐静云皱眉 哦 就是大家在吃饱喝足之后 找个消遣的地方 却又不愿意被人诟病 或者不想被人抓住把柄 那就去酒吧咯 齐静云看着侃侃而谈的杨如新 虽然面上波澜不惊 但是心里却是震着涟漪 一波波地荡开 这个女人的脑子里 似乎有用不完的垫子 跟她合作这一步 是走对了 酒吧里只提供各种酒水和小零食 没有饭菜 也可以有姑娘小丝陪酒 但是 请限制倒酒聊天 或者弹琴对师 绝对不允许动手动脚 甚至更进一步 王爷是个聪明人 我的点子出来了 至于怎么做 就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好 齐静云点了点头 所以说嘛 本王找你合作是对的 杨如新翻了个白眼 本王这就回去 找合适的店铺 至于如何装修 还需要你来设计 齐静云的眼睛贼亮的 看向杨如新 行啊 杨如新点点头 可是齐静云却没有挪布 你不是要走吗 我 我还没吃饭呢 齐静云反而又坐下了 杨如新皱眉 忍住了对方 得寸进尺的火气 吩咐门口的春花 去厨房 弄点吃的过来吧 我要你亲自做 齐静云却皱眉 爱吃就吃 不吃拉倒 杨如新翻了个白眼 转身出去了 到门口 不忘吩咐杜成修 就说 里面的人 一会儿愿意吃就吃 不愿意吃就送客 然后 回房 收拾东西去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